黎明和女助手阿Wing的小公主 在4月出生 黎天王正式升叻做富王 大家都纷纷送上祝福 就连同黎明相识十多年的宋慧桥 这一旋风集港出席品牌活动时 亦不忘恭喜黎明做爸爸 香港人真的有朋友 所以我喜欢香港人 所以我喜欢很多朋友 所以我喜欢很多朋友 但是我今天很短的 朋友们都很惦罚 时间不够不够 但我仍然会有很多朋友 会联系 你很高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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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联系 我也是联系 我都联系了 但是我可能会不会负责 黎明幸福满舍 令宋慧桥不知多羡慕 还说自己也有计划三B 会有做妈妈的一日 而这次其实是宋慧桥去年底 和宋仲基结婚后首次来到香港 他也有趁机会透露工作上的最新动向 我现在的作品是很久 我现在的作品是很久 但是 但是 很多人给 好作品 提供的作品 提供 提供了 所以 时间很久 很久 现在 现在 很多 情绪和 情绪 研究中 很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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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于有传会和人气男星 朴宝剑拍摄新剧 宋慧桥就说未决定 现阶段还在考虑 活动上 除了有幸福人妻 还看到代嫁新娘九云慧 不知道她和未婚夫陆汉阳 订好结婚 打日子 没有 我知道应该是年尾的 因为 年尾比较少一种 是的 但还未能说到哪一天 她其实还未决定 她有些事情都没有 认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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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也是等她说会好一点 是 会不会是中式西式哪一方面 应该两样都会有 是两样 姐妹团已经安排了 是吗 先订阅她们 但未有告诉她们 什么事 她们都很好 她们都会尽量给日子我 是 说到日前 九姑娘和陆汉阳 被拍到十指紧扣行街 见到疑似怀有新人 九姑娘就否认怀孕 华山边相信都是几年后的事 要给些时间做准备 这样说